你的小故事 我的大新聞 歡迎收看佩博公民新聞報 在台南府城 有一間特別的舊書店 身為詩人的老闆 特別專注於台語文學的推廣 過去甚至還出版過台語報紙 這裡是位於台南市的府城舊策店 在店裡有許多不同類別的書籍 其中以文學類居多 也販賣年代久遠的雜誌 還收藏著黑膠唱片 這間書店注入老闆們 對文學和圖畫的執著 承載了他們的理想 我們書店是比較特殊 因為我們書店是 書店大哥是詩人 那我是環保藝術家 書店老闆潘景欣 是一位台語詩人 在書店裡可看見台語文學的收藏 希望藉此留存台灣文化 比較著重的是 粵化土地跟人民 我們上一代 我們這一代 怎麼樣跟這個土地跟著 從書店開的時候 現在到現在已經第18年 我們是推台語文學台語文學 因為我們曾經有出台語報紙過 然後我們也出雜誌 然後也出了一系列台語的書 因為覺得我們的母語 台語所以一定要留存保存 所以對這個區塊非常重視 你看一般的老書來講 書有書香啊 你看書的香味 是你一般在看電子書的人 沒有辦法享受到的那種 摸到書 看到書 文字的每個氛圍 並吃著想要推廣文學和環保的觀念 持續經營下去 希望帶給愛樹人更多好書 和更多的溫暖 大象是許多人喜愛的動物 但在世界各地 大象卻因為人類的開發 與經濟利益的行為 導致他們的數量銳減 最近有一個象足跡向前進的特展 就希望讓更多人了解 大象的生存危機 來到象足跡向前進特展現場 就從大家最為熟悉的林旺 與馬蘭的骨骼標本 帶領參展民眾 一探大象的心態與生理構造 我覺得大象很可愛 很有智慧 那他們在過去的人類社會中 也幫了我們很多忙 但是其實現在大象面臨的是 很危險的處境 像亞洲象就已經是冰危的物種 但是人類還是不斷地在破壞 它的生活環境 世界自然保育聯盟 在2016年夏威夷的 世界保育大會上就已經決議 呼籲世界各國應立即禁止象牙貿易 館內也循序漸進 規劃六個特展主題 除了藉由牆上的簡介 瞭解大象的生活 也進一步讓人們反思 大象目前所受到的存續危機 究竟是人類什麼樣的行為 導致他們的數量嚴重銳減 其實經濟發展跟環境保護 並不是是非題 他們兩者之間可以取得平衡 農民就指出說他們可以使用一些 蜜蜂圍籬把大象跟農作物隔開 既可以保護大象 不要侵犯到人類的生活環境 農民也不會因此去傷害或攻擊大象 走訪象足跡 向前進客展 思考在生活上如何盡自己的一份心力 落實大象保育 到國外觀光旅遊時 拒絕坐象轎 騎大象 其實也都是保護他們的行為